花蓮县议员魏佳燕 27号上午前往花蓮市公所爱花蓮食物银行 捐赠1000瓶随身防疫酒精以及200颗粽子 市长魏佳贤亲自颁赠感谢状 感谢魏佳燕的爱心捐赠 而魏佳燕表示 期盼透过捐赠在疫情之际能够感受到佳节气氛 透过花蓮市社福平台帮助更多的朋友 花蓮县议员魏佳燕 27日上午前往花蓮市公所爱花蓮食物银行 捐赠1000瓶随身防疫酒精 而为了因应当午佳节到来 另外提供200颗粽子 此番让前往食物银行领取物资的市民朋友 也能感受佳节气氛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物资都短缺 那在这边我这边捐1000罐的酒精给食物银行 让来领取的民众都可以拿一罐酒精回去 那还有肉粽我这边也捐200颗 然后我们知道这边其实很多的单位都有捐 那我们食物银行被领取的部分其实也很多 那在这边也希望很多的人都能够一起来捐赠物资 然后让食物银行不要短缺 食物不要短缺 那也希望如果可以的话 那不管是冷冻冷藏或者是罐头 都希望说民众只要有心都可以捐过来 市长魏嘉贤特别颁证感谢壮 感谢魏嘉燕的爱心捐赠 那我们食物银行在这边也会配合 专午节的一个过节的一个气氛 那也搭配一些我们物资给我们需要的一个伙伴跟朋友们 那在此也要请所有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或者是有欠缺物资的弱势乡亲们 可以到我们食物银行来领取相关的物资 在此换句公所也会全力的来协助大家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善用食物银行的平台 那让更多的物资能够发到需要的人的手上 魏嘉燕表示 疫情让许多弱势族群生计受到冲击 希望透过华联市社福大平台 转赠给有需要的家庭 魏嘉贤也表示 希望有更多的民众加入食物银行捐赠行列 让善的力量不断循环 透过食物银行平台帮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接着蒋方燕华联市报导